一口气看完越国1800年历史 越国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甚至汉朝时期的敏越王吴朱也是越王勾建后人 越国与吴国相邻 吴越两国经常发生战争 据说越国是夏朝君主邵康之子吴宇建立的部落 后发展成国家 由于前面几十位君主以后自称为称王 本期视频从第一个越王品常开始讲 公元前538年 允长在其部呼谈此后 接任越国君主之位 继任后允长开始称王 史称越王允长 在位期间接受中原各地先进生产技术 发展农业 陶瓷业 纺织业 造船业 编织业等 尤其重视野炼业 台命欧野子铸 得到青铜宝剑 工艺精良 坚韧风力 越国国力强盛开始向外扩张 因此吴越两国发生了多次战争 而频繁的战争让吴越两国积怨日深 吴越争霸拉开序幕 公元前496年 岳王允长去世 其子勾剑即位 史称岳王勾剑 吴王和驴得知允长去世的消息 出兵攻打越国 勾剑派赶死的勇士向吴军挑战 台城三行 布置吴军镇前 吴军看得出神 岳军趁机袭击吴军 吴军战败 岳国代付林姑父 用戈攻击吴王 展落吴王和驴角五指 吴王和驴被迫撤军 后来吴王和驴因伤重去世 吴王和驴临终前 告诉儿子夫差说 一定不要忘记杀夫之仇 公元前494年 勾剑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兵马 准备攻打越国 勾剑决定先发制人 在吴国未发兵之前讨拔吴国 范黎劝说不要出兵 勾剑不听继续发兵 吴王夫差听说之后 太险全部精锐攻打越军 在胡椒击败越军 勾剑仅率5000兵退守在会计 吴军包围越军 岳王勾剑后悔不已 范黎劝以勾剑向吴王夫差请和 前往吴国坐臣子 于是勾剑令大陆文宠去吴国交谈 表示岳王勾剑愿意入国 携其代子为臣 吴王夫差同意勾剑之情 向国无此需反对此事 认为上天要吴国灭越 不能同意岳王的请求 大王 五千残兵 不足律 要紧的是勾剑 五千残兵一旦解围 那就是五千头野兽 寡人倒认为勾剑不足律 五千残兵已经奄奄一息 固城不过是个死城 而勾剑则不同 一旦他逃过边界 那就放虎归山将后患无穷啊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 也不会舍弃勾剑 而去取固城啊 寡人偏要取固城 而且固城勾剑寡人都要 最终吴王接受了越国的请和 并从越国撤军 吴王为迎接勾剑 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勾剑受尽无主 岳王 一切可好啊 请上来 来啊 大越王 请上来 大越王 收剑 此处 是我先王争霸天下的地方 今日本王 率领文武大臣 在此 祭奠我先王的在天之灵 你们 为何还不跪下 请月王 请月王跪下 快乐 海洛 大越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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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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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剑又用美人计 让吴王杀掉吴子序 公元前482年春 由于此前吴国击败齐国 吴王夫差 北上与诸侯国在皇室会盟 想称霸中原保全州市 国内紧留老座 以及太子留守 于是 岳王钩剑派 善于水性的水军二千人 训练有素的战士四万人 核心禁卫军六千人 技术型军官一千人 攻打吴国 吴国战败 吴太子被杀 吴王夫差 紧急回国救援 向岳求和 岳王勾建 此时兵力还无法彻底消灭吴国 同意霸兵议和 公元前478年 岳军大举攻武 吴王夫差获得消息 也率兵迎击 结果 吴军大败 此战吴国多位将领战士 才得以保全吴王夫差 顺利退居吴郊 史称立责之战 公元前475年 岳兵攻入无都 吴国灭亡 岳王勾建 本想把吴王夫差 流放吴东 给他百户人家 让他住在那里 吴王夫差说 我老了 不能再侍奉岳王 我后悔不听子虚之言 让自己陷到这个地步 于是自杀而死 岳王灭掉吴国后 身归大振 岳国成为春秋时期 最后一位霸主 此时 周氏的周元王 也承认了岳国的霸主地位 岳军反国途中 大将军 范黎决议辞去官职 岳王勾建 坚持挽留他说 子听吴言 吴于子登国 不听吴言 身似妻子录 范黎率人离去 公元前472年 另一位功臣文种 被岳王自死 非鸟进 梁工藏 是位兔死狗烹 鸟进工藏 范黎对人性很有研究 看清了勾建的本性 可以同患难 不能同富贵 而文种侧重治国 忽视了勾建这个人 这大概是这两位下场不一样的原因吧 春秋末期的霸主岳国 却没有挤进战国七雄里来看下原因 公元前464年 岳王勾建去世 其子陆颖 即位 是位岳王陆颖 在位期间 历经图治 岳国还是当时的霸主 但岳王陆颖 仅仅在位六年去世 公元前458年 不受登上王位 视为岳王不受 在他的治理下 岳国并没有像勾建时代那样 经常侵略别国 而是像其他各国一样 默默无闻起来 公元前448年 太子诸垢发动政变 杀死岳王不受 夺取王位 视为岳王诸垢 在位期间 楚国强大起来 岳国和楚国为了争夺土地和霸权 经常发生战争 楚惠王更是多次打败岳国 公元前414年 到公元前413年 岳国吞并了 藤国和唐国两个小国 公元前411年 岳王诸垢去世 其子义即位 是位岳王义 岳王义在位时期 岳国依旧是霸主地位 公元前404年 岳王义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 趁其国执政者填和 地位尚步稳固 把兵讨伐齐国 当时 曾国倚仗齐国的势力 轻视岳国 岳王义闻讯大怒 下令讨伐僧国 一战将其攻灭 公元前386年 其处日益强盛 岳国在中原 难以维持霸权 还要防范 吴国旧贵族复仇 岳王义 被迫迁都倒国 加强对吴岳地区的控制 公元前375年 岳王义的弟弟玉 为了继承王位 连续谋害三个王子 随后 玉佑挑唆岳王 企图除掉太子朱舅 遭到岳王拒绝 同年7月 朱舅担心 自身被害 索性率领军队赶走了玉 又包围了王宫 发动政变 试杀岳王义 自立为王 是为岳王朱舅 同年10月 岳王朱舅被刺杀 岳王朱舅之子 措之 被拥立为王 是为岳王措之 在位期间 岳国爆发内乱 岳王措之 害怕被杀 跑到洞穴里躲得起来 公元前372年 清代府四驱平定内乱 拥立岳王一只子 无鱼为王 是为岳王无鱼 在位期间 岳国因爆发内乱 国力不断衰弱 公元前360年 岳王无鱼去世 其子无专即位 是为岳王无专 岳王无专 为了摆脱颓势 将国都迁回旧都会计 依然不能阻挡 岳国衰弱的命运 公元前354年 岳王无专去世 其弟吴江 即位 是为岳王无江 岳王无江 在位期间 想要重振岳国 昔日雄风 率兵北伐齐国 公元前306年 岳王无江和楚白王 商量好一起进攻齐国 但是楚白王没有出兵 齐国因为受不了 岳国的进攻 便和岳王讲和 其岳两国联合 一起进攻楚国 同年 岳国和楚国交战 岳国大败 岳王无江被杀 楚国吞并大量岳国领土 岳国灭亡 此后岳国后人 又建立东欧国和米岳国 公元前22年 秦国灭主后 率军讨伐两国 两国纷纷投降 后续吴朱胡索汉王刘邦 打败向曲复国 视为米岳王无诛 后续米岳国又传位六代 直到公元前135年 米岳分裂为 昼和冬月 公元前110年 汉灭冬月 昼祥汉 越国历史繁金